梁若虚带着林毅参加进口药品的定价会议 他们刚到会议室就发现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林毅看一圈发现熟悉的脸孔还真不多 而东横药业的饭哨却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林毅居然会来 诸位客气了 我看人都到齐了 咱们就开始吧 谈判组专家王延新好奇地打量了林毅 他能和梁若虚一起来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随后王延新便宣布会议开始 他希望H2的赵总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家 尊敬的梁专家 这些天我们公司内部 关于药品定价做了反复研究 把价格定在了459元一盒 听到这个价格梁若虚心中一沉 林毅也是惊讶地看了赵文一言 梁若虚刚想起身反驳 便被林毅按住了手 林毅低声道淡定一点 一上来就开出的价码肯定是虚高的 不必着急 梁若虚感觉到林毅的手掌坚定而温暖 他莫名地有些心安 此时王延新听到价格果断地摇了摇头 梁若虚是中老年的常备药 这么高的价格实在无法让人减少 这已经是我们能给出最低的价格了 相信各位专家对药品的质量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们给出的价格已经不算高了 那我再和公司沟通一下 说吧赵文便起身走出会议庭 他不知给谁打了一通电话 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 各位领导 几位专家 我刚才又跟总部申请了一下 把价格降到了398元一盒 这已经是我们能给出最低的价格了 王延新表示如果价格不能降到300以内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法接受赵文的定价 随后王延新聊了一眼梁若虚普通道 如果贵公司还坚持300以上的价格 今天就没必要再谈吗 这货的演技真是一流 难道在吉兵面前 我们要把金钱摆在第一位吗 如果不同意 那今次的谈判就到此为止吧 梁专家 架构已经升起下来了 299一盒 这是我们的底线 这个女人真是不一般 把戏做得这么足 赵总还真是会做生意啊 我说价格降到300块钱以下 也就降到了299 此时王延新转头问梁若虚 H2似乎已经把要价降到底下了 要不然就和华夏这边的要请商量一下 就在梁若虚等人商量要价之时 赵文已经时去地退出了会议室 会议室外 助理问赵文怎么比原先的定价高了10元钱 赵文达到这最后10块钱的价格是留着讨好梁若虚 在华夏做生意必须得多动动了 助理瞬间明白过来 果然还是赵总高明 人情事故这方面很是老辣 就在这时范少告知谈判会已经可以继续 还请赵总立刻回到会议室 回到会议室后 王延新表示这个报价华夏这边并不晚 赵文则淡定地问到他们心理价位是多少 王延新看了梁若虚一眼后表示最高不能超过2709 赵文有些激动地达到 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但毕竟梁若虚的身份在这里 HR最多再让出十块钱的利润 梁若虚心中有些犹豫不定 他瞄了一眼灵异想问灵异的谈 可此时灵异竟然已经坐着睡着了 梁若虚心中只觉无奈 他无语地推了推灵异的肩膀 终于把灵异拉回了现实 不好意思啊 昨天手术太累了 还有点困 众人听到灵异这样说纷纷无语 他们这唇枪舌剑 灵异居然还能睡着 已经谈完了 289一盒 这个价格你接受了